侯友宜拋了 2050核電佔18% 因為侯友宜的比例 2050年五煤 那怎麼會有五煤呢 核電佔18% 然後碳中和佔25% 然後呢這個綠能佔57% 大概是侯友宜的規劃 2040五煤 但是2050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比例 那民進黨就罵他了 說你要到時候核能佔18% 你一現實要設一個核電廠 亂扯一通嘛 都不亂扯一通呢 他是這樣算的 他說到了2050年呢 這個用電量可能會來到5000億度 當然這也很好笑了 那民進黨不是說用電不會增加嗎 不是大家節電一下 把那個電力調度搞好一點 然後那個各種系統 這個數位化 自動化 平均不會增加電的 你也是你講的嗎 他說電會增加到5000億度 18%就可能有900億到1000億度的電 是來自核能 幾乎是十部核式機組的發電量 他現在怎麼算 大概基本上算就是核一核二核三研議 研議大概可以 差不多勉強用到2050年了 因為大概可以20年 但你還要去整理啊 去修啊 去增加他的裝備啊 那這六部機組了 每部機組將近100萬千瓦 有的是90幾 差不多我們算100萬千瓦 六部就600萬千瓦了 核式那個機組比較大 一部都超過100萬千瓦 所以我給他算過以後 大概喔 一二三四加起來大概會有800到1000萬千瓦的發電量 所以這是為什麼核友會講說18% 大致是這樣 那當然核四不只是兩部機組 可以核四裡面其實可以裝八部機組你知道嗎 核四裡面的場地可以裝八部機組 核一核二三裡面都可以裝四部機組 那那個時候因為我反核我罵台電 我說你要先把那個地搞那麼大 然後說我做兩部 其實後面還要搞六部等等 所以喔 現在當然大家還在辯論核電 現在不講安全的只講那個核費要怎麼放 趨勢一定是全世界國家用核電越來越多了 你看好了 趨勢一定是這樣 你不要站在趨勢的背面 你不要去反那個趨勢啦 真的是這樣喔 我們看一下 看過了 好 看過了 好 回來 好 核偉一說以核減煤啦 學者肯定說因為參考日韓研議跟新建機組 你看日韓怎麼研議嘛 研議不是你台灣全世界第一個 美國也在研議 歐洲也研議 法國也在研議 日本也在研議 韓國也在研議 對不對 這是你啊 看看人家怎麼研嘛 好 那另外呢 這個侯伴去罵啦 說賴品瑜的爸爸是綠能大亨 所以你們就反對核電 就想去搞綠能 因為一沒有核電 就要綠電來取代嘛 那綠電取代光電啊 大戶啊 各種裡面湊不可聞啊 黑不可聞啊 這個罵法不好 好吧 不管嘛 他這樣罵啦 說賴靖靖 賴靖靖 因為登記了十八家綠能相關公司 而且他的太陽能開發商 叫做雲爆能源科技呢 也上櫃了 等等等等 所以就被拿出來講說 你們搞了半年 對不對 就是為什麼那麼反對呢 等等啦 當然 這是吵架啦 他們怎麼吵 隨便他們 柯文哲說 2030年再生能源比例要到40%等等等等 我是覺得喔 反正就大家隨便講嘛 真的到了什麼2040 2050 什麼再生能源什麼4050 60% 那是講講啦 真的要做到很不容易啦 你看現在已經全台灣幾乎海邊都是風力發電了 那個所有的餘溫稻田什麼幾乎都是光電了 大漢中南部 因為中南部才有太陽能嘛 北部有多少太陽能啊 現在才不過10%左右啊 你要搞到幾十% 你生到什麼場景去想想看 我認為全世界 因為現在全世界要求嘛 全世界做不到啦 到時候你走著看好了 我們只能說盡量做啦 大陸的策略是一直發展核電 沿海通通是核電廠 搞到十幾二十家 同時也在增加燃煤廠 它一方面增加煤 因為便宜嘛 一方面增加核電 因為它乾淨嘛 所以它兩邊一起搞 那到了二零五年 它有可能變成淨零嗎 它有可能變成無煤嗎 不要講別的 光講大陸好 不可能嘛 你認為美國可能嗎 我告訴你也不可能啊 日本可能嗎 南韓可能嗎 都不可能 不過沒關係 我們盡量做嘛 那只有這樣而已嘛 保護地球要怎麼辦呢 來 玉方兄 你知道其實最近有些事情 真的非常值得我們注意 加拿大的森林的大火 吹到美東去 然後紐約空氣被搞得一塌糊塗 然後你看這幾天 這個蚦威夷的毛衣打 燒成這樣子 光死掉的幾十個 而且聽說人數還在增加中 六十個 這個地球越來越熱 所以你對這個地球 你對很多的觀念 環境的概念 你真的要改變呢 所以核農以前大家覺得說 這太可怕了 特別是日本人啦 坦白講喔 日本這件事是害了很慘啦 這個福島的這個核災 其實這是可以避免啦 我們就不要再講 那是日本的金權政治的結果嘛 又福島的這個核電廠是私人的嘛 那在日本金權的掛鉤之利害 所以就讓它撐到最後就出問題了 早就把含水關進去 不會有這個核災的問題嘛 所以我們現在不管怎麼樣 連日本這樣的國家 我特別要提的就是說 你民進黨是全世界最佩服日本人的政黨 那我要請問你一下 日本都改變了 日本那個會議都通過了 核電廠原意到六十年以上 所以我認為日本這樣做是對的 因為有一句話 他們現在在罵核友說 那你以前對核友概念不是這樣 現在你怎麼改變 我認為核友的確有做一些修改 結果他敞開他的心胸 更願意去接受核能 那我認為這是對的 英文有句話 Better than never 你有改變啊 你遲到總比不大 老師說你怎麼遲到 老師啊 Better than never 我總算進來了 我雖然遲到我還是來了 所以侯友你以前批評他一些觀念 可能核電的觀念太僵硬 他至少願意調整嘛 他也看出世界的可怕 連喜馬拉雅山的 有些的那個冰山 也聽說也在溶結 那以後這整個地球 挪亞方舟真的要出現啊 這地球海平面不知道要升多少啊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 醫務來保護我們的唯一的地球 可以居住的地球 所以我們現在要修正我們的概念 核能 我們大陸認為他這個最乾淨的 這樣的一個發電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就要這樣去做啊 尤其全世界這麼多國家都在做 德國人是最那個的啦 最僵硬的 德國人說我們不需要核電 我們還是要走向不用核電的這個世界 你是用了人家法國的核電廠的電 他哪來丟到這個歐洲電網裡面去 你們德國人使用的電就是核子發電的 所以你才能裝神證 你如果發國人不把核電丟進去 你要用什麼電 你這是燒煤炭嘛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 台灣非腺癌的人口上升的太快嘛 現在就死 我們癌症死因的第一名就是非腺癌嘛 這個國家你不照顧人民嗎 你要照顧人民的話 你不是要照顧他的健康開始嗎 我認識一個年輕人跟我講說 我本來是不反對民進黨的 因為我得了費錢 我恨死民進黨的